四次会议 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 通报扫黑除恶的最新进展 第八届电商安全论坛 在海平圆满落幕 今天本市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李女士在华泰商场购物的时候 在滚梯上发生了意外 当时电梯突然失控 开始反向运行 电梯上的人们慌乱当中 发生了推起踩踏事故 李女士被推倒在电梯上 右腿被踩肢骨折 朗大军 干什么呢 吴大军坐下 干什么 妈 那是我妈 冷静一点 那是我妈 冷静 妈 朗大军 你也跟你找事 几分不易 你也要好好珍惜 知道吗 那是我妈 吴大军 冷静 好 冷静点 要我再坐下 最后几号一遍 胡大军 坐下 胡大军 你很快会看到一个场面 你会看见你妈少了一条腿 华四海 你赶紧打电话 发微信通知外边 找人卸我妈一条腿 我会的 你要让我看到我妈 被人卸一条腿的场面 你还得把老子弄出去 黄四海 你本事大了 你牛逼大了 坐牢还能给外边发号失灵了 还能让老子看到外面的场面 行 你要真有这本事 老子这个位置让给你 我直接当你小弟 我他妈跪下来 添你脚趾头 好啊 每个人都听见了啊 这事就这么定了 兄弟们 你们都听见了啊 他说这事就这么定了 胡大军 胡大军 你干什么 站住 我说你 胡大军 我还警告你一遍 别干傻事 今儿为你好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明白了 就赶紧起来 报告 胡大军一切挣扎 为对 是 老子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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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最近的事特别不好办 因为正在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我们监狱内部的人呢 要重新梳理 有些人 要重新定性 所以工作量特别大 是 谁啊 我 郑锐 我们监区这炮桶子来了 咱们回头聊啊 进来吧 监区长 我有一件大事 要向您汇报一下 有多大 刚才看电视新闻 胡大军妈妈的腿 被人给踩断了 我认为 这件事情好像跟黄四海有关系 但是您说 如果跟黄四海有关系 他是怎么联系到外面的人的呢 又是指使什么样的人 踩断了胡大军妈妈的腿的呢 如果这件事情 要是跟黄四海有关系 那得查呀 这是属于典型的黑恶势力 硬警啊 我认为 咱们得先联系联系公安方面 让他们先看一看 这个华泰商场到底是什么情况 电梯反转 这也太巧了 胡大军妈妈刚上电梯 电梯就倒转了 好 我看这样吧 我先去跟理科长去反映一下情况 毕竟 他们公安那边打交道打得多 行吗 行 我先走了 喂 走了 说我们刚才的事 好 好 好 鞋子我给你洗干净了 来 你来试试 洗干净有屁用 都热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没想收拳 你看看他那怂面 来来来来 我内裤呢 震东哥 我帮你洗了 你胡闹什么呢 我跟某些人不一样 我自己的东西自己洗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这东西只有我老婆能动 你不能动 非礼物动 你明白吗 哥 这不是嫂子不在吗 我帮你洗了 我洗得干净 再干这种事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哥 走快 哥 你这 大哥 你别太难摸了 咱妈不是没事吗 而且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肯定很快就好了 小哥 你 都是一个奸设的 你们就别闹矛盾了 让开 我服了 黄少 黄少 我服了黄少 黄少 为什么呀 昨天冒犯了黄少 黄少说让我妈断一条腿 还让我亲眼看见 我看见了 你做到了 做到了 你不是有能耐吗 来呀 弄死我呀 黄少 我什么都不是 从今往后 我们这帮兄弟 全定定的 跟那一起干 不是吧 兄弟 你是说我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收你 和你们这帮草包兄弟啊 什么都决定你啊 你们都给我闭嘴 散开 散开 行了 行了 起来吧 来来来 哎 等一下 昨天 昨天你说我要是做到了 你要怎么着来人 黄少 黄少 我错了 我错了 黄少 真的有没有好 我错了 我错了